今天小狼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视频 传说中的机机版的俄罗斯方块大师2 说实在话 这个游戏咱们的玩法 其实就是俄罗斯方块 但这个游戏的色调感觉不太好 但是咱们也没有办法 咱们这个游戏 今天咱们分成两拨开始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做成哪两拨呢 就是一个是俄罗斯方块大师 一个是传说中的大金刚 就是简称俄罗斯大金刚 你懂的 但话说回来 咱们这个游戏 很多人问这个游戏看起来难是不难 理论上来讲它是不难 因为大家会都知道玩法就是这么个玩法 但是呢每次那么玩的话 咱们都是垂直向下 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各种快速 所以说呢 跟就跟他这个等级没有什么关系 但这个游戏难点就在于 有的时候他非常狗 他不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那就非常登 而且咱们全程都是超级快速的 这次呢咱们的操作者呢 也是这个圈 这一批 他提供的这个录像 那么呢 其实他也是在前面的过程当中 打了好几次 也是没有打出S9 也就是最终的通关 也就是S10 但是我比较喜欢S1 我喜欢S1的姐姐 对吧 你懂的啊 你看这时候就坐等这个 这个大长条 当然呢 讹的方块 大伙都知道 基本上就那么几种 一个呢 当然他可以变啊 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说一个是填字格 没法变 一个是长条 可以变两次 一个是这个四 一个是这个L型 可以随便变 还有一种呢 是小 应该说是小坦克型 就坦克头型 还有一种呢 是刚才这个 就是现在这个 刚才刚落下那个 就是填字方格之前的那个 那个属于上俩 左上俩 右下俩这种啊 所以他这种呢 也是也不太一样 我就是个人觉得 基本上就这几种 但是要问他 难与不难的话呢 我想说啊 也没法说 这个游戏呢 很多人说速度快难 我倒觉得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游戏啊 就是他主要呢 还是在给你的这些东西 因为呢 他给你这些东西呢 咱们这个游戏 他比较难点在哪呢 他只提示你上一个 就跟FC是一样的 因为他不像有的 这个街机的 这个俄罗斯方块 给你提示的 有提示两个的啊 就是下两个都给你提示 他只提示一个 再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游戏 如果他狗的话 他不给你一些 非常有规则的这种 这种 然后呢 你为了摊分 很可能就会死 这个游戏呢 为什么说 他在街机版的 体现出技术呢 就是在摊分的基础上吧 他有一个就是 你如果要快速削四格 这个摊分 摊的是非常快的 如果说你像这个 你一格一个那么削 那么猥琐的玩 就跟咱们玩那什么似的 就跟咱们玩那个 以前我记得QQ游戏 有一个非常火 QQ游戏的那个 当时就是可以给人捡 你知道吧 可以给人捡 给给给人几个瞬间 加几个底下 不能消除的 或者说是 加几个升级格 很可能给人秒了 有那种玩法 但是话说啊 没法说 这个到底行不行 咱们这个玩法呢 就是罗中间 然后两边留一单程 利用L L去了 利用这个柜 然后呢 实行这个快速摊分 这样的话呢 你看啊 刚才那是从这个 十段 现在是到三段 到三段呢 咱们可以认定为 比如说三段 然后S S级别 就是至尊 就有点像地下城似的 然后呢 这个至尊一至尊二 最早的是至尊十 就是满级 也就是通关了 所以说这个游戏呢 你要是想要通关 你要靠那个正常的去 一格两格 那么去消的话 那想升到十级非常慢啊 所以说呢 咱们为什么这次还打一个所谓的速通 就基本上全程都是搜搜搜 就是往下走 完全不考虑这个 这个底下这个感受 你比如说像咱们还还什么 什么那个在空中慢慢往下走 然后想想放哪 完全不不不考虑放哪 当然这个呢 很多人说小狼 你这个是不是人玩的 我告诉你绝对是人玩的 我还认定为 他并不是玩这个游戏的最牛逼的人 我的意思是我亲眼见过的啊 就我亲眼在游戏厅里面 就在上海参加那个比参加比赛 有一场比赛 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去一个叫烈火的地方开枪 可能上海的玩家知道啊 这个这个这个地方呢 就是大伙可能都去喜欢去那玩九七 但是呢 我就在那看见了一个妹子 说一实话 他还不是说那种就是长得不那么好看 真的长得还算可以 有点啊 有一点点那种就非主流沙马特那种感觉 但我的意思就是有一点就是非常非常炒 并且呢可能化妆比较浓啊 我是这个意思 但并不是说太沙马特啊 然后呢那妹子呢 长得也挺好看的 我看了这看一下正脸啊 我这人你懂得非常猥琐啊 我可必须得看啊 就是就是就是成天火车站吧 就是啊 对吧 但这这小女儿真的是 我看就是她玩就是 就是就边跟人聊天边玩 是就下一样下下一 就就就就就跟这是一样的 比他还这样是的 而且我眼瞅着小子 那女的一个比 那个游戏可能是头两个比玩 他可以无限玩 那女的真的是逼了玩逼了 就是就是边跟人聊天边玩 生玩了三十分钟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我我就是看不下去了 因为他不会死 你知道吗 他完全不会死 就是就完全就是 因为他都最快的 那个游戏他最快的速度 他跟他对他来说无所谓 他就是那个速度玩 无所谓你知道吗 就是干我 所以说我就没谁了 我说玩的是真是就是 真是好啊 我这是我亲眼见过的 所以说我就没什么说的 尤其是这个提供给录像的 应该是个男性 那我见过一个女性玩家 那更更神了 你懂的啊 包括这个游戏呢 我玩的是最不好的 我小时候就讨厌玩罗罗斯方块 那我见过玩的好的 包括啊 你们狼嫂啊 也是啊 对啊 玩这个这种这种游戏啊 确实有有点天赋 他排列方式 从小玩七小板玩的非常好 你看我就不行啊 好了可以看到的 已经是S1了 我最喜欢的这个S1的啊 S1的姐姐啊 像什么吉泽名簿啦 苍井空啦 对吧啊 像这这这这些人就是 你就是不能多说啊 我怕胳膊封杀了啊 就是大家伙自行百度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吧 好了 咱们看看现在 S1呢 往前升就是S 呃 他之前呢 也有几次就到S5 S6 然后呢 就不小心挂掉了啊 他其实他挂掉呢 全都是不小心放错了 真的 他就真不小心放错了啊 然后呢 就尤其是在 就是摊分的过程当中 已经到那个 现在你看底下啊 这是11万分 然后上面有个啊 有一个SK 有个ST 那到到ST了 他不小心一个 一个那个什么 一个那个F放错了 这一下子啊 就死了 但是呢 这个那个确实不完美 咱们也前面也不给大伙 大伙看 这个呢 是玩的非常完美 他已经S3 升级速度不慢啊 他越是这么 靠那个棍来升级 是最快的 你看像这个棍升级的话呢 刚才那个棍没招啊 像这种 一下消除这个四行 那绝对是嚣张啊 各种快速 这个需要很强的逻辑思维啊 这个真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说 咱们看一下 再扣 好的 就是干 现在还是在摊分的过程当中 一个棍 S5 非常牛逼啊 碉堡了啊 好的 反应速度太快啊 看看就是扣 然后 咱们看 就坐等棍 但刚才这个棍还是要摊 他想再多摊一点 能看 这就是穿上摊棍 有的人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一个F撇下去之后 最后能把那F那个扣的点消掉 它确实能消掉啊 但你们只要可能有的人看不明白 但你快速的话 你你看不明白 慢速的话 你自己玩就明白了 好了 S7 随着这个等级的变高啊 咱们这个音乐会变 咱们看这速度 更是变态的一点啊 而且你按 你按不能按错啊 你就你下 你就你按那个 按那个变的 他的那个东西 你不能做S8 好的 速度越来越变态 看不看见啊 好的小音乐 其实呢 虽然说他还是能玩下去 但是呢 就是跟之前是不一样了 不过对于这种人 这种高手来说 他完全不考虑这个 这个游戏啊 就是说他 他变的速度快的是快 但是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因为他正常玩 也是这么个速度 但是确实比以前节奏要快很多 好吧 各种S9 马上了啊 这就S10 那就是嘎逼答辣啊 好了 那么 接着继续啊 在这里呢 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 刚才呢 这个 由于这个上一次上传的 这个视频呢 没有考虑到后面这个 这个我以为是电脑自动玩的 原来是人脑玩的一个猛打 这个才是真正的难度啊 就是你放在这个地图上 任何的一个地方 你都要记得很清楚 然后呢 这个 大家伙懂的啊 这个 然后就 结果我就没做 其实这个 一定要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啊 要把这个东西记得很清楚 所以玩这个特别特别难 咱们这个玩到最后啊 这个地方 要是能玩到什么情况下 我也不太清楚 在最后的这个 应该说片尾的阶段上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也是打到了这个 传说中那个所谓的M 这是一个猛打 然后就少了这么一个环节 那么小狼还认为是电脑啊 在这里呢 也是跟大家伙说说抱歉啊 确实是最后才是传说的game over 但是呢 也没打太久 感觉啊 看不见啊 就是看不见 这个东西呢 确实也是没办法 这样的话呢 也是 呃 这通关呢 也就这么回事 最后呢 我估计啊 很少有人 在不用作弊的情况下啊 这应该是反应不过来 因为他根本都记不住自己怎么摆放的位置 所以说没办法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是那个大金刚 好了 那么接下来啊 接着来啊 传说中的俄罗斯方块大金刚与马里奥啊 咱们看看这个 应该这个游戏太短了 很多人说小狼你太短了啊 你去 所以说你不能一个一个做 人家合起来做 传说中的该机加WSA啊 这就是吊爆了啊 这个游戏呢 其实就是马里奥救公主 我然后大金刚 这游戏真的是很哎 你要说我你要说 我说弱智吧 大伙可能不 因为我没通过我真事了 但是玩起来呢 不难 这个尤其是第一关 你哒啦啦 哒啦啦啦啦啦 就这个啊 就大金刚跟傻子似的扔个头 好了 那么一共就三关啊 第二关 这个怎么看看 第二 然后跳过来 小心躲火球 其实这个游戏操控性很难 它操控性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那个地理探险的节奏 但是你不怕摔死啊 这点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该忍则忍 说句实话呢 你要说他难呢 我觉得不简单 但是至少我认为他绝对 反正你尤其是你尤其是有逻辑思维的人啊 只要不是我这样的啊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跳过来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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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这就可以躲过下 看不看见 然后再往上一走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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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级水手的感觉 好了看看这一款 多等呀 你说啊 这个但这我相信这款游戏好多人都没通过关 比如说我啊 但没通过关你看看就行了啊 好了一定要吃掉啊 这边有一些道具该用用 但是不用也无所谓 你说那小火球啊 大喝的啊 就是真的是 小火球 好了 微灯啊 再往上走 然后勾引一下 勾引小火球啊 这个是非常呆 好的跳过来 这样的话就结束了啊 这就啊 这就妥了 那小火球跟傻子似的啊 直接一看 然后大喝就要摔摔死了 多呆算呆啊 好的 今天的视频呢 虽然说这个附加关没多长 但是呢 大家伙都知道啊 游戏就是这么个游戏嘛 现在大家伙呢 也是在片尾呢 继续支持小狼解说 大家会可以点击订阅 可以帮帮支持小狼的这个页面广告 大家会呢 也可以安息吧 看完这个视频可以睡觉了 拜拜 黑天 拜拜 拜拜